那就好 兰静点了点头 并吩咐小楼 时候也不早了 派个人送她出去吧 再将自己改回来的礼单 交给了小庄 照这个重新备好 然后交由四公主府里的侍卫 让他们一并带回去 是 小楼和小庄行礼礼命 怒才告退了 那个丫鬟再行了个礼 嗯 你去吧 兰静对那个丫鬟点了点头 但我们爷和我 以及大哥哥大哥 向我们四姐问好 知道四姐这阵子忙 我们就不请她过来坐了 是 奴才记下了 那个丫鬟又行了一礼 退了下去 走了 等兰静回到屋里 见十三二哥还在那里看书 不过听到动静 她倒是抬起头来 看到兰静笑了笑 将手中的书合了起来 放到了一边 走了 兰静一边 有小楼等人 为她脱下贱人的衣服 换上家居服 一边摇着头 对十三二哥说着 你四姐倒是派来一个 金乖的 我四姐 不也是你四姐吗 十三二哥笑着说 至于说金乖嘛 四姐这回可真的是失算了 她是不了解我福建的本事 她不知道越是金乖 越在你面前逃不到好 怕一个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人 也要比派个金乖的抢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 兰静摇了摇头 没有爷当我的后盾 有多少的话 我就只能咽在肚子里 未说多了话 我受过什么样的教训 也可是再清楚也没有了 也就是跟了爷之后 很多时候 我才能畅所欲言了一些 不过 兰静说到这儿 停了下来 对屋中的丫鬟们说 你们且先出去准备摆扇吧 就摆在屋子里 也省得再挪洞爷 想想又说 然后去把复察和屋租两位格格请过来 是 丫鬟们答应着出去了 爷 兰静则回过头来 对十三二哥说 我的手现在不方便 就让两个妹妹 势候您用膳吧 不用了 我的手好好的 用不着他们势候 要照顾就照顾你吧 我可用不着那许多人 兰静笑了笑 我现下伤了手 连喝个奶 还要有丫鬟们喂呢 身边人太多了 倒显得乱糟 那就让他们请个安回去吧 十三二哥无所谓地说着 回问着兰静 你刚才是想说什么吗 也没有 兰静笑了笑 我只是说 这般敞开了的得罪人 得罪的还是爷的姐姐 一个和硕公主 我还真是头一回呢 谁又有过先例的 十三二哥也笑了 不过能让你把得罪人的话说出口 只怕那个丫头啊 也算不得什么精乖的 精乖的是有的 兰静笑着说 只是咱们不在乎得罪人家 人家也不在乎得罪咱们罢了 那好啊 十三二哥云淡风轻地笑着 这不正好是两相得意的事吗 兰静觉得十三二哥完全是弄了个招牌 在上面写着铁口直断 然后出去摆了个算命的摊 因为他说的那两相得意的话 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应验 先一个得意的 就是十三二哥自己这一方 当然作为最直接的受害人 兰静因此而得到的安抚和补贴也是最多的 作为一个受到过现代法治教育的人 在遇到诸如打架拦路敲诈之类的事情时 第一反应就是报警 现在兰静虽然穿到了清朝 但是这里也不是没有法的 也是有负责着如现代警察一般职责的人员 那就是布军统领衙门 在早几年间 他跟关注一起去迎接马尔汉归来时 遇到的那些贼人们 就是被四二哥送到这里去的 既然未来的雍正皇帝都是该报官就报官 兰静这个皇子福晋 当然更是要自觉地维护大清的法纪 绝不能像大多数皇家或者是宗室 或者是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家那样 失私行如家常便饭 可就是因为兰静走了遇事报官 有困找衙门 这一正常的处理问题的程序 却让布军统领衙门的人犯了难 先开始听说皇子福晋被冲撞了 那还有啥可说的 赶紧派人将那个不长眼 不识相的人该抓的抓该罚的罚就是了 不过因为这是临近年根的这一敏感的时期 各地各式的贵人们都开始往京城里涌来 所以布军统领衙门的人也长了个心眼 派来的人都是些比较有眼力价的 会灵活处世的人物 果不其然 在事发场中 他们发现了还有和硕公主府里的人 从而引得他们历史就想挠头 虽说他们处理的全是贵人之间的案子 也不算少了 但是皇子和公主碰到了一处 却还是不多 而更让他们头疼的是 他们还是处于对立面的 和硕公主府里的奴才们 就是冲撞了十三附近车架的那个 不长眼不识货的 迅速地了解过案情之后 布军统领衙门的人 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十三附近是完全没有一点过错的 即使他没有摆下皇子附近的遗仗 也不能说是他的错 毕竟那些相关的配置 只是权力而不是义务 听说皇上还有白龙渔服的时候 更别说人家附近还坐着一个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车架了 就是人家愿意溜达着回去 也够不成其他人就可以上来随意冲撞的理由 道理摆好了 再从厉害上分析 虽说和硕公主身份高 地位也高 可是十三阿格却是皇子 即使刚刚似乎才隐约地听说了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康熙罚了贵 但是罚贵一事 对皇子阿格们来说 并不算是有多么的稀奇 从小到大被罚贵的皇子可多了 十三阿格这也不是头一遭 应该是不会影响到 他一向固有的圣宠 而以他现在的情况 等到了分封 一个郡王并不是什么都难达到的 虽说和硕公主的仪仗 以及相关待遇 与郡王相同 但是落实在实处上 权柄上 却是差得很远 可是这里面又有问题了 这个四公主并不是一般的和硕公主 她可是漠北蒙古 名声显赫的海邦公主 康熙对蒙古的关系 又一向比较重视 在最得宠的儿子 和最具有政治意义的女儿之间 她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这种帝王之心 就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去揣测的了 虽然不能揣测圣心 也不好揣测 但事情却还是要处理的 面对着当下的情况 布军统领衙门的人 暂时倒还没有什么难办的 毕竟皇子这边是正八经的主子 而公主那边却是几个奴才 康熙就算是再看重四公主 主奴之分肯定也是看重的 于是他们先恭敬地放了十三附近回去 并派了人护送附近的丫鬟 一起去四公主府里报信 再将四公主府里的奴才们 请到布军统领衙门里喝茶 至于那几个想要找死 也不找个好地方的七品官的下人们 直接锁回去也就是了 而之后的事情 布军统领衙门处置也是很快当的 能在京城这个权贵满地的首府之地 负责治安 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路数 虽说平白掉下了一个烫手的山羽 但他们却依然可以 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地不要被潦倒 在这个时候 布军统领衙门全然不见了平时那种 拖沓的官僚作风 办事效率也是异常的惊人 迅速地归拢了相关的材料和人员 在第一时间内就转到了审判机关 刑部 当然同时也将折子递到了康熙的面前 正如蓝静所说 事情发展在光天化日之时 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除非是有什么外太空的人降临 再或者是有什么新型药剂出现 让所有在场的人突然之间都得了失忆症 否则这个秘密就不太可能会被保得住了 在近半个京城的人都听到了或是走行或是变样的传说之后 康熙自然也没有理由会不知道 只怕是他早就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只是他老人家绷得住 一直等到有人将折子承到自己面前来的时候 才好生地发了一通族火 所谓天子一怒 血流千里 康熙这次的愤怒看起来虽然不小 但等级到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只是也惊动了不少地方不少人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后宫 以及后宫里的那些个女人们 而后宫里最尊贵 也是全大清最尊贵的女人 就是皇太后 当她听说康熙发火 在从康熙那里知道了她发火的原因之后 马上派了人到十三阿格府里 对蓝静在怀着身子之时 却连受精带受伤之事 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当然 与慰问人员同时抵达十三阿格府里的 还伴有各式赏赐若干 皇太后已经有所表示了 而且是在与皇上交谈之后做出来的 宫中其他的主子们 自然也赶紧纷纷地跟上 因为康熙众所周知的强烈的扫把宫 现在宫中并没有皇后 所以最先到达十三阿格府 慰问之礼是仅次于皇太后的 是位居贵妃之位的童家士 她是孝姨皇后的亲妹妹 所以也可以算是四阿格的姨娘 而如果从她与康熙的表兄妹的关系来看 她又是所有皇子阿格们的姑妈 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同伴朝之族 和康熙以及皇子们关系都很亲近的 在康熙克死了她最后一任皇后 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一直是她女人中地位最高的 虽无皇后之名 却掌管着宫中事务的贵妃娘娘 在绝大部分的青川文中 却甚至连个打酱油的角色都没混到 一个字都没有被提及 但凡一说 总是说四妃四妃的 不是说她们共同掌管六宫 就是说其中的一个宰馆 说姨妃娘娘也就罢了 好歹她最后在康熙崩世 雍正继位之时 居然会跪到德妃娘娘前面的事情 多少也能歪歪出一些道理来 可是说德妃娘娘 就基本是个笑话了 康熙又不是乾隆 她再怎么宠爱一个女子 也不会致其他满洲大族于不顾 将一个宫女出身的人 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 更何况 在蓝镜看来 康熙对德妃娘娘 也并没有如何的宠爱 当然早些年间 应该还是有的 否则她也不可能 会生下六个儿女 而现在 最受宠的妃卫娘娘 还是非依妃娘娘莫属 在贵妃娘娘身体有所不适 需要有人代理公务的时候 多也是由怡妃娘娘 再搭上一个或两个其他的 妃卫娘娘一同来主持的 所以继贵妃娘娘和十三阿哥的生母 敏妃娘娘之后 来跟蓝镜表示慰问的 就是这位她私下里口头认的 干娘怡妃娘娘 除了一些金银财宝 零罗绸缎 药材补品之外 依妃娘娘同时 还送来了怒放的鲜花好几盆 在来人精心地呵护之下 虽然经过了从宫中 到十三阿哥府的这一段 不算近的路程 又一路历尽了寒风 等展示到蓝镜眼前时 这些花瓣还是水水灵灵 鲜鲜嫩嫩嫩的 较于怡妃娘娘 惠妃娘娘 荣妃娘娘 还有德妃娘娘的慰问之理 就显得中规中矩的多了 至于八阿哥的生母 现在还只是个平位呢 这也是蓝镜觉得 有些异常的地方 就她脑子里留存的那些个 在现代时候所看的 青川小说里得来的印象 在当下这个时候 怎么看也该有良妃娘娘了 难道因为这敏妃娘娘 没有如历史上那样的早亡 以至于宫中 已经有了第五位妃子 所以康熙不好再封一个了吗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 也不管这个结果 是蓝镜自己 还是她所怀疑 另外可能还存在的 青川者忽山翅膀所致 也或许是那些个青川小说中 对此的考据并不正确 八阿哥的生母 在历史上这个时期 就是尚还没有被封飞位 不管是怎么样都好吧 反正现如今 那个被众多小说中所写的 温柔善良 与世无争 又美丽知己的良妃娘娘 现在还是良嫔妃娘娘 算不得十三阿哥的母妃 也就是不太有资格 来对蓝镜表示什么慰问 只是由八阿哥和八福晋 代为转达了她的一番关切之情 而八福晋 如果能在她眼睛 看向蓝镜的手腕之时 注意收敛起那些许 幸灾乐祸的光芒 就与八阿哥那一脸的真诚 就要互打得多了 当然 八阿哥和八福晋 两口子过伏来的目的 并不只是为了关心蓝镜的 毕竟蓝镜是弟妹 八阿哥来探她的伤 即使是与八福晋同来 也显得不是那么很合适 但是因为他们正好听说 十三阿哥也受到了伤 于是既然伤的是两口子 来的当然也应该是两口子了 像八阿哥夫妇这般 与十三阿哥和蓝镜的关系是一般 甚至暗地里还有些 不是很对付的都来了 那诸如四阿哥 十阿哥 十二阿哥等这些 与他们关系比较有私交的 更是早就携家带口的过来了 至于其他的皇子们 自然也不会落了这个空 好赖不济 他们也都是自小被康熙 教导着要胸有地宫长大的 心里怎么想的且不说 至少面上的事总是要做到位的 所以除了高氏才生下来 没有几个月的 如果有幸能长到 被排进持续的年龄 就将会是十二阿哥的皇子之外 从最年长的大阿哥 到最年幼的十八阿哥 也全都按照各自方便的时候 涌到了十三阿哥府里来 连太子都没例外 对于太子到访 蓝镜觉得 与其说是被探望 不如说是被折腾 虽然他与其他皇子一样 也是十三阿哥的兄弟 可是一个储君之位 却已经是将兄弟 隔成了君臣 纵使赢他 不用像赢康熙那般的隆重 但也一样是丝毫马虎不得 从礼节到安保 从膳食到饮水 无一处不需要你想到做到 一定不能让他 在自己府里出了事 即便是出了事 也一定不能因为 自己的府里有什么过错 好在太子对十三阿哥 倒并不像蓝镜所听说的 对一些臣子那般的暴虐和无礼 随同过来的太子妃 也是一贯的人后 所以虽然十三阿哥和蓝镜 在说话举止之间 对他们总要保持着相应的敬礼 但总的来说 双方的会面 还应该算是比较友好和亲切的 最主要的是 期间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 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和谐的因素